持民全球的火山权威哈拉杜·席格森立即注意到这次爆发的危险 这次纯粹是爆裂式喷发 而一个星期前在这里喷发的只是熔岩流 熔岩流属于宁静式喷发 是安全无灾害的 这次凶猛无比 这次喷发出大量的火山灰 可以看到火山灰往上冲进大气中 现在的问题是 这种火山灰会穿越整个北大西洋 一路飘到欧洲大陆 地方当局立即展开行动 我们封闭了火山周围地区 方圆16公里和6100公尺的高空被列为禁飞区 另外 所有飞越大西洋前往美国的仪器飞行 关闭的范围更广 禁飞区一定会随着时间扩大 预测将一路延伸到挪威 未经许会 未经许会